纵使台军紧盯着美项军售案的结余款项 但是长年来主控权却是在美军的手上 这次台军真的能够拿回这笔结余款项吗 是 我们看到这一起直升机结余款的新闻 有两个新闻点 让人家非常的好奇 非常的奇怪 什么新闻点呢 第一个 为什么这一起军事采购的结余款 会达到几十亿新台币 几十亿新台币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 当然它在军购里面也许不庞大 可是作为结余款 就是你买东西之后扣掉 本来没买到的没用到的 剩下的居然有几十亿之多 那目前媒体有限的报道说 这几十亿怎么来的 是因为本来的培训要在美国进行 后来改成在台湾 因此就剩下了几十亿元 那因为资料有限 但是光凭这有限的资料 让人家就很好奇 到底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 这是第一个有趣的点 第二个明明只要多跑一个流程 就算这笔几十亿台币回到了台湾 然后美国军方再提出一个什么计划 钱又回去了 美国军方一定也了解这个流程 但为什么 他要跳过这个流程 直接要求说 就把这个钱 直接就在花掉了 就留给美国军方了 那这两个疑点 让人家充满好奇的地方 台湾的媒体报道说 是坚决反对 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 这笔钱一定要先回来 并没有说这笔钱不能够再给美国军方 而是你要先回来 回来之后要不要再出去 那是下一个阶段的事了 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 让人家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美国军方不但很急 而且透过美国再来协会AIT 大动作的来做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个是让人家看不懂的地方 那唯一可能可疑的点 是不是跟美国即将大选 这个时间很紧迫了 如果再跑一次流程 一拖搞不好拖个半年 一年以上 那到时候 因为这笔钱而获利的人 可能就换人了 这是让人家很怀疑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到底这笔几十亿的结余款 它是从什么地方结余下来的 以及美国军方 为什么现在这么急 我觉得这里面都还有很多的玄机 值得进一步再去追踪